分享天主圣言 常因生命之权 下面为大家分享 天地都要过去 请大家聆听 常年期第34周星期五福音 攻读圣路加福音21章29-33节 那时候 耶稣给门徒们讲了一个比喻 你们看看无花果树和各种树木 你们看见它们发芽了 就知道夏天尽了 同样 你们什么时候看见这些事发生了 也应该知道天主的果尽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一切事必定发生 这世代才会过去 天地都要过去 我的话绝不会过去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诸内的兄弟姐妹 耶稣预言了耶路撒冷的毁灭 而且说 到那个时候军队 要把这个城市围困起来 包围起来 那个时候的人呢 就在乡村的不要到城市里面来了 在城市里面的赶紧逃跑 逃到山上去 同时耶稣也把世界末日 和耶路撒冷的毁灭 放到一起去说 这也可能是圣经的作者 有意的把这两个内容放到了一起 不管是耶稣在一起讲 还是圣经作者把这些内容放到一起 这都没有关系 总之呢 他是在讲一个事情 就是说 这个城市 看起来建的那么好 这个圣殿也那么好 但终究有灭亡的一天 有消失的一天 同样 我们所居住的地球 我们所看到的宇宙日月星辰 也会有结束的一天 这就是在告诉我们 任何事物 由开始就有结束 而开始 则是耶稣基督 结束也是耶稣基督 世界上所有的一切物质的东西 都有向往的一天 天地都会过去 但是耶稣的话 绝对不会过去 因为耶稣 他就是天主的圣言 他从起初就存在 而且万物是因着他而创造的 当宇宙不存在的时候 天主的圣言依然存在 所以说是不会过去 这里再说明耶稣的永恒性 耶稣的永恒性 对于整个宇宙的开始和结束 按照科学家 他们所研究的 认为这个宇宙呢 大概有100多亿光年 大概有126 138亿吧 这是欧洲航天局 在2013年的时候 公布的一个数据 他们认为 宇宙的年龄 应该是138.2亿岁 那我们所住的地球呢 大概是46亿岁 当然这些都是通过推算 其实谁也不知道 几十亿年前的事 只是通过推算 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138也好 100也好 46也好 总之它有一个年限 有一个时间段 这就说明 宇宙上所有的这一切 日月星辰又开始 又开始已经也会有结束 那这一点呢 其实在大学当中 有这么一句话 说物有本末 事有忠实 之所先后 则尽道义 就是任何物质的东西 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物 我们所看到的摸得到的 都可以成为物 所有的物 都有一个本末 何谓本呢 本 原意就是植物的根 树根 末呢 指的是树枝 树枭 那个枝头 就像一棵树 它有根 还有树枝 后来 演变成了什么呢 本是开始 是根源 末呢 是结束 所有的东西 是这样 那所有的事 也是有开始 有结束 事有中事 有结束的时候 有开始的时候 比如说吃饭 什么几点吃饭 到几点结束 睡觉 我几点开始睡觉 几点醒来 这就是这个意思 工作 八点上班 晚上 下午几点下班 所有的事情 会有一个忠实 之所先后 则尽道义 如果一个人明白了 这个事的本末 究竟是怎么回事 它的根源 是怎么回事 将来会 发展到哪一步 这才是真正的尽道 得到了大道 接近了真道 对于这个内容 虽然是属于大学里面的 就是我们常说的四书当中的大学 因为大学讲的是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 真正的道 其实就是耶稣基督 他才是阿尔法 欧美加 是开始和结束 如果真正的知道了中始 本末 认识了耶稣基督 因为耶稣就是开始和结束 就是本末 他本身就是中始 认识了他 那才是真正的认识了道 这样我们就会知道 所有的一切 都是因照他而创造的 将来都有结束的一天 天底都会过去 但是耶稣 他的话不会过去 因为他就是天主的圣言 他就是开始和结束 因此主内的兄弟姐妹 我们应当感觉到高兴 因为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 只要我们跟着他 将来在耶稣第二次来临 审判的时候 我们跟着他 那么就能够一起到达天国 我们相信他 因着他的名接受了洗礼 那么我们的名字 也会被写在声明册上 这样我们就有了永生 而这个永生 就是来自耶稣基督 因为他就是道路 就是到达永生的道路 只有走耶稣这条道路 我们才可以获得永生